这消息还听着也很对 这什么品种芋头 槟榔芋头 这个头真的很大 一颗十斤二十斤 这么大一盆子有多少斤 三百五十斤 每天都用这么多吗 两三天的量 现在能卖这多少个 一天吃五百个 周末会稍微多一点七八百 人家应该是下个主一家 炒蛋黄的 首家现在不知道有没有 单亲都不要了 我就是因为特别爱咸蛋黄 然后就把这个夹到芋头 这种也是只能趁热打 对 凉了它就硬了 就有颗粒感 就不会化了 加白糖 再把糖跟它融合在一起 对 均匀一点 每天几点 三点半到八点 基本上六七点就卖光了 还是很烫的吧 很烫的 当时怎么会想到 是做鱼头饼呢 这附近我们正好 就是都是摆摊的地方 看附近的小吃卖的都不错 就想说卖点小吃 然后我自己也特别爱吃芋头 他们俩呢 长期就是家庭主妇 然后也没有正准的工作 我也想说开个店 让他们继续一下生活 做完感觉这个鱼头饼 效果怎么样 芋泥控很多 经常有女孩子来打卡 芋头只要品种对了 就不太重要了 这个核心技术是在外面这层面糊 杂衣上 它要很脆 然后时间长了的话 凉了还是要保持一个脆度 这个我可能大费周章 到处学 无处式的事业 好多人向我要这个秘方 你卖了没有 没卖 还热 炸的时间很短 一头里边也没有吸到特别多的油 加上这个蛋黄 咸的中和一下 这个油腻感会减淡不少 第一口咬下 外皮是特别的酥脆的 这个芋泥非常的绵密厚的 芋泥也不是很甜 外面包着一层饼糕是带股奶香味 总来说这个 玉米跟蛋黄的香味融合在一起 再加上饼 煎到这个酥脆 吃起来整个吃饭层次 也是比较丰富的